迎來櫻花季了 像是台北市內湖樂活公園滿滿櫻花盛開 雖然說今天是補班日 還是有不少民眾一大清早來賞櫻 今天的天氣北部有一點陰雨綿綿 氣象局預估這失涼的天氣會持續到明天元宵節 晚上光燈會可要記得攜帶雨去 一整排粉嫩櫻花綻放 隨風搖曳 瞬間置身在浪漫花海裡 滿滿櫻花盛開猶如夢幻仙境 昨天晚上有來 然後發現它盛開 還是我今天早上再來一下 第一次來 對 網路上看到說在這邊 櫻花盛開 所以趕快趕過來 迎來突年的一個節氣 立春 賞英人潮紛紛出籠 除了台北內湖的樂湖公園 還有台中武林農場 台南烏山頭水庫都是必訪的賞英勝地 無奈天空不作美 天氣陰雨綿綿 而這時冷天氣還會持續到元宵節 所以包括像是在中部以北 跟東漫部地區的一個降雨情況 都會是逐漸的明顯起來 那特別是從今天下半天開始 整個隨機上一次來講 是有逐漸爭奪的趨勢 受到東北季風 還有華南雲雨區 東移影響 北部天氣轉良有雨 5號元宵節逛燈會 恐怕得在細雨綿綿中度過 而這波雨勢還會一直持續到10號 因為這個冷空氣其實並沒有說到 太強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這個冷空氣的一個低溝上來講 就是變化上並沒有說到太大的一個變化 未來一周日估有三波東北季風 但沒有冷空氣來襲 溫度方面影響不大 各地低溫約為15到18度 不過氣象專家彭啟明在臉書 PO出一張溫度預測 表示穩定天氣可能只會持續到2月12號 14號情人節將會再迎來一波低溫 持續將進入春天 但未來冷空氣再襲機率高 民眾外出還是得多注意保暖 記者吳振宇 張承岩 台北採訪報導